国家队比赛 国家队比赛周结束了,又回到了熟悉的联赛节奏,昨天巴黎,多特都已经出战,今天轮到众多豪门强队登场。 下周中,本赛季欧冠小组赛首轮正式打响,在前有国际比赛周,后有欧冠小组在困扰的情况下,各豪门俱乐部这周的表现,当然需要大家留个心眼的。 而今天的文章,小林和大家一起简单前瞻,一下目前英朝三支四联胜球队的本轮的情况。 热刺VS利物浦从本场比赛开始,利物浦未来一个月的时间,将会迎来一段非常艰苦的赛程,不仅要在欧冠小组赛上接联合巴黎以及纳波勒斯交手,更要在联赛中和热刺和曼城交锋。 而在联赛杯第三轮比赛中,他们也抽到了切尔西,因此,这场奔布莱之战,如果能够赢下热刺,无疑会让利物浦能够以足够的信心来迎接这段艰苦的赛程。 本赛季的利物浦,多少令人有点陌生,除了上场比赛,因为阿利松的个人失误造成了丢球之外,以范黛克领衔的红军防线,无论面对传统英式打法的布莱顿,还是传控刘达法的西哈姆,以及反击刘达法的莱切斯特,水晶弓,他们均做得非常不错。 凯塔的加入让克洛普在中场的位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他和亨德森不同的风格类型无疑使得利物浦的中场更加具有可变现,而在领先之后,本赛季的红军更加注重保护后防和紧慢节奏。 总体来看,前四场比赛,红军总体表现出一种高于前两个赛,即扎输刚刚入主时候的一块质快,全场黄标的快打风格,球队在比赛某段时间里,总会刻意放慢节奏,减少对方打板击的情况出现。 因此,从攻防转换的稳定性来看,本赛季的利物浦无疑会比上赛季更加强大,这也是他们成熟的标志。 至于热资方面,转会窗,虽然没有引元,但是卢卡斯的融入无疑变相,让他们拥有一名高质量的新元。 哈利凯恩打破了八月进球荒,是他们一个优势,但上场面对沃特福特,领先后被逆转,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稳定性并不高,包括之前客战纽卡斯尔以及主战富勒姆,他们后防总会让对方抓住机会。 因此从整体来看,在利物浦无论板凳深度和攻防体系,都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本场比赛,利物浦客场不败甚至赢下比赛,是小林更看好的一个结果。 当然,从某些参考数据来看,利物浦竟然能在客场做出对热资的让步,也是机构对于利物浦的一个肯定。 切尔西VS卡迪夫成萨里,对于切尔西的改造从前四场的比赛来看,无疑算是比较成功的,虽然某些比赛在一段时间内风声鹤唳,但是四场比赛均最终拿到三分,而且场面比孔帝时期有了很大改观。 这个是蓝军球迷都喜欢看到的,若日尼奥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蓝军的新大脑,而萨里喜欢的萨里在进攻端喜欢利用错位进攻,尤其是在边后卫套上后,结合边峰内收到内部,通过改变节奏力,用宽度和纵深,在对方的内部位置打开缺号的方法,已经慢慢被切尔西的球员所接受。 而坎特本赛季也被大量要求进入前场30码区域以帮助进攻,也可以看出萨里对于切尔西进攻端改造的执着,不过,由于边后卫的大幅度差上,以及坎特被要求更多参与进攻,其实切尔西本赛季投四场表现出来的防守是十分不令人满意的。 但当然,卡迪夫承载反击的能力上,大致和哈珍的水平相当,还是比较传统的威尔士球队,本场比赛,对于切尔西后防的威胁其实不会太大,因此,小林认为,切尔西获胜的几率十分大。 当然,中国精彩对于这场比赛的让球胜负平玩法中,小林建议可以选择让球胜和让球平。 沃特福特vs马连从对阵双方的名字来看,一不小心,会把前四轮全胜的球队看成是马连,但可惜,时代在变,英超也在变。 在这个无限可能的英超足球世界当中,沃特福特成为了新的大众所爱的黑马了,如果说前三场的对手,布莱顿,水晶宫和伯恩尼的含金量都不高,那么第四轮力转热次可以足够检验这匹黑马的橙色。 没有伤病的沃特福特的确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斗力,尤其是上赛季那条饱受伤病困扰的后防线。 本赛季至今,四位主力在外国主流媒体的评分中均不错,哈维加西亚把阵型从传统的4231转换成为4222,刺激了球队进攻端的发挥。 尤其是,那位之前在尤文图斯没有任何光彩表现的罗伯托、佩雷拉,在新阵型当中,如鱼得水,而封线上,格雷的出场也是放了队长迪尼的进攻和组织能力。 德乌洛费乌和布里托斯以及奥卡卡的商誉可以让球队在中前场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沃特福特等场比赛的战斗力不容忽视。 而至于曼联,还是那个老问题,鸟输在进攻端,还是无法做出足够的改变,利用球员个人能力以及利用高点高举高打,是曼联为二可行的进攻方式。 虽然上场战胜博恩尼让木帅的帅位危机,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那场比赛更多是因为博恩尼自身的问题,伯格巴在曼联的表现始终不如法国队,结合目前欧培克胜一直处于高位的情况。 小林认为,曼联这场比赛的前景,有点凶险,以上就是小林对于这三场英超比赛的初步看法。 更多赛事的资讯,大家可以登陆大赢家实战版,参考各位专家的意见和看法,喜欢大家能在周末的联赛大餐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道美食,顺利取得盈利。 今晚更多赛事资讯请留意www.byjw.com本门由足球大赢家实战版编辑林文豪提供,主要赛事预告中超日之联,13点仙台77VS东京FC16,00秒7沙焰VS长期航海18比0,0摆太阳神VS清水鼓动18点穿起前锋VS札幌刚萨多18点神户胜利船VS大阪刚8K连赛 13点拳,被现代VS冀州连13点卫山,现代VS浦像智铁13点人穿联VS水源三星19点马进VSI巴尔22点15分皇家社会VS巴萨0.30分瓦伦西亚VS贝蒂斯2点45分B28额竞技VS皇马俄超19点喀山红宝石VS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1点30分 无法VS莫斯科中央陆军19.30分热刺VS地悟普22点博恩茅斯VS莱斯特城22点切尔西VS加迪夫城22点哈德斯菲尔德VS水晶 共22点曼城VS富勒姆22点纽卡斯尔VS阿森纳0.30分沃特普德VS马莲伊甲21点国米VS帕尔玛0.纳布勒斯VS佛罗伦萨2点30分浦罗西内诺VS桑普多利亚21点30分拜仁VS勒沃库森21点30分杜塞尔多夫VS霍芬海姆21点30分来比西红牛VS汉诺威962点 21比30美英词VS奥格斯堡21点30分沃尔夫斯堡VS博连赫塔此外欧洲四级联赛笔甲蒲联杯南美联赛莫超以及美之联均有赛事